你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这就是今天的新闻,谭松韵你比星光美丽将袭 谭松韵近日备受关注,两部大剧让人期待,谭松韵你比星光美丽将袭,全员高颜值 看清导演追定了,随着全新的档期开启,各大卫视和平台也是纷纷发布了各自的全新片单 尤其是江苏卫视2024年片单一出炉,多部为波鲜火的剧集纷纷在列 可谓是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而其中由谭松韵搭档徐凯主演的你比星光美丽,无疑是其中最让人期待的剧集之一 电视剧你比星光美丽是以女主的成长和爱情为主线,是以中国AI医疗行业为题材 讲述了北漂女孩寄星勇敢创业,在经历了诸多的打击和磨难后 得到了投资人男主韩婷的帮助,最终在携手与共,默契合作下,收获了事业和爱情成功的故事 新颖的题材,融合了创业、励志以及爱情等诸多元素的你比星光美丽 可以说是一部看点充足、剧情精彩,且制作精良的都市爱情佳作 更何况,该剧在阵容上的配置,显然也是当下最值得期待的组合 有着非常强的综合实力,其中担当女主的谭松韵,不仅有着非常甜美大气的外形 而且个人的演技实力,以及在以往作品中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优秀 这两年主演的《请教我总监》《向风儿行》等剧 也都成为了当季绝对的热剧,扛剧能力已然是同期小花中的佼佼者 男主徐凯也是公认的帅哥型演员 初挑上镜的颜值,越发成熟的演技,绝对是颜值实力派,对于都市爱情剧 徐凯也是有着诸多经验,去年合作杨幂的爱的二八定律,就让人眼前一亮 此番化身投资精英,表现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谭松韵和徐凯,在各个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匹配度 在各种剧照和路透中,具有身高差的两人的同框画面,也是非常的甜 绝对是一对非常好磕的荧幕情侣 相信在正片中,有着诸多情感对手戏的两人 也能联手为我们奉献一出非常精彩的大戏 除了两位主演外,该剧还有着诸如何瑞贤,高涵,周大为,王依兰,吴施乐等一众高颜值小花生的餐演 每一位都有着非常高的颜值,以及不俗的演技实力 尤其是担当男女二号的高涵和何瑞贤,更是这两年上升势头非常迅猛的小花生 有他们的助阵,也是为整部剧提供了更多不一样的看点 而你比《星光美丽》在谭松韵和徐凯的高人气主演CP,以及一众高颜值的配角轻力演绎下 就已经具备了非常强的竞争力 当在看清剧集的主创,尤其是导演是陈畅时 更是让不少网友直呼,追定了 作为业界公认的实力派导演 陈畅这几年交出的答卷也是足够的耀眼 凭借着自身超强的指导能力 也是一连打造了反转人生爱情而已我 《喜欢你》等诸多热门都市剧 其中爱情而已,豆瓣评分更是高达8.2 是绝对的口碑佳作 因此,对于都市爱情剧有着丰富指导经验的陈畅 此番再度出手,联手杨千子打造的《你比星光美丽》 无疑是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极高的制作水准 绝对是都市爱情题材中 不可错过的佳作 由此可知,在此番确定会在2024年上兴江苏卫视下 再加上剧集的本身实力 以及谭松韵等主演的超强抗剧能力 《你比星光美丽》后续的开播前景显然是一片大好 甚至是有望凭借着励志的元素 成为又一部火热出圈的都市佳作 《零二》 谭松韵近日备受关注 两部大剧让人期待 男主角已热议 谭松韵最近备受关注 正在参演电视剧《孰锦璐》 接下来他还将出演逍遥 最初传闻男主角是张婉毅 但最新消息指向了程磊 这个新的组合令粉丝们期待不已 谭松韵的清秀外貌非常适合扮演古装角色 虽然他在现代都市剧中也塑造了引人注目的形象 但一些戏迷开始怀念他在古装剧中展现的魅力 谭松韵正在拍摄与郑叶城合作的商战古装剧《孰锦璐》 而逍遥也是一部大女主古装仙侠剧 这将是他首次尝试仙侠古偶类型的角色 对于谁将与他搭档 无疑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逍遥由狂飙导演徐济周指导 计划明年开始拍摄 最初传闻男主角是张婉毅 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演技不错 但缺乏足够的人气 需要一个具备妄夫体质的女星来助力 因此 杨子和谭松韵被视为合适的选择 另外 剧组也在考虑以侯明浩担任男主角 最新消息称 成磊成为了男主角最有力的竞争者 他具备出色的五官 身材和穿古装的能力 与谭松韵的合作将为他加分 目前 逍遥的剧本情节和细节仍未公开 但从选角消息来看 这部剧将集结一批优秀的新生代演员 旨在呈现一部精彩分成的作品 无论是张婉毅还是成磊 他们都备受行业关注 相信他们与谭松韵等优秀演员的合作 会给观众带来惊喜和精彩 让我们静后逍遥更多消息和进展的公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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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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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